這個是CPL 鏡頭是62 67 那我們拿大一點的72轉67 我就可以一片兩用 可以省錢 轉接環便宜濾鏡稍貴 那麼你可以買七八千的也可以買 450塊的 那450塊我個人自己在用就覺得很不錯了 好的 那我們看一下喔 那現在是額頭 額頭我們看你們拍的話會怎麼樣 你們拍的話會這樣子 油光滿面 其實我還沒有什麼油呢我剛剛有去擦 洗過臉了但是還是很油 怎麼辦呢請化妝師或者把臉打馬賽克 但是那不是工作來看一下 包括山 水 石頭 都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反光 偏調的效果 再看仔細喔 這能看嗎你如果不學的話 不用的話你拍的這東西能看嗎 沒看靠幾啊 好再來看 物體的部分 那麼我們來看一般在拍攝這個透明的物體 現在的收音是這個 優然子麥克風 好 物體的部分看喔 你們正常拍的話呢 他表面會有成反光 我們來反光弄得更明顯一些 好這個就反的厲害了喔 好 我們把反光拿掉 反光出現 看一下這裡 麥克風這裡 和這裡 有很明顯的純黑現象 顏色會變純 那再來看現在這個DJI麥克風 沒有很明顯是因為角度沒有 沒有達到他的這個偏光效果 你要稍微有一點點角度 好現在是偏光的喔 已經偏了 光線讓他出來 表面會有一層東西 好 好再看一下 反光 我們要把反光 把它打掉 反光打掉 好這裡會越來越明顯喔 看一下 黑了 DJI麥克風看一下黑了 反光出來了 白白的反光出來了 純黑了 以上這個就是偏光劑的好用之處 謝謝大家